半夜男子提著手提包 神情緊張的穿梭在巷弄裡 這時他走進超商買啤酒 疏解完心情 再搭車到三峽 繼續嗨到天亮 而他手上包包根本不是他的 原來他搶劫完花天酒地 花的錢是這一名 70歲的翁姓老翁 把人家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通通划光 飛車搶劫居然鎖定行動不變的生障者 老翁相當氣氛 上個月30號 新北市板橋南亞夜市 這名老翁一如往常的收攤者被返家 疑似搶毀發現包包沒鎖好 卻遭尾隨五百公尺 搶行搶走四萬現金 以及價值三十萬的彩券 到擋完然後就把它勾起來 然後放下來 它放上面沒有勾住了 裡面有觀察了兩三次 它對我下手 56歲的流行搶匪 有搶奪竊盜等前科 去年九月才假釋出獄 卻在假釋期間從操就業 鎖定手無寸碟的被害人下手刑搶 這回被逮架是將被撤銷 最佳一等還要吃上強盜官司 謝謝黃天爺五新聞 在新北市報導